《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26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867期 我们今天节目呢 主要跟大家谈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也就是呢 中共呢 它在美国通过了2023国防授权法案之后呢 中共采取了报复性的措施 这个报复呢 它没敢报复人家美国 因为人家这个法案是美国国内通过的 是人家的国内法 你对人家指责是你干涉他国内政 因此它没有人办法对待人家美国人 人家美国就要这样去做 美国愿意帮助台湾 所以他们就指了什么 关起门来打孩子 也就是中国人欺负中国人 这是党国最大的本事 在国内就是镇压人民 在国外就是准备打台湾 打来打去都是自己的同胞 镇压来镇压去都是自己的人民 但是呢 中共就是专门这么去干的 所以在美国拜登签署了这个2023年国防年度预售法案之后呢 中共就是大规模的这个军机绕台 根据国军国防部12月26号的通报说呢 25号上午6点到26号上午6点 整整24个小时 这24个小时监测的共军军机扰台的情况是什么 是一共有71架次的共军飞机 有7艘海军的舰艇 进入了台湾的航空航海识别区 规模呢已经达到历史最大 你想想看70多架飞机啊 在不到24小时 70多架飞机已经飞过了这个航空航海识别区啊 而且还派出了7艘海军的舰艇 那么为什么中共现在要密集的大规模对台湾进行骚扰呢 实际上就是摆出几个动作 给国际上看看吧 一是对美国2023年国防预算法案 对台湾军援100美元的这件事呢 表示一个回敬 就是你援助他 你援助他 我就打 看你有多少钱援助 我呢就是反正总是要消灭台湾的 就是中共摆出一副要打台湾的这个样子 但是呢 真的敢不敢打呢 这只是嘴巴上说说嘛 所以说呢 首先呢 是通过这个方式呢 向台湾炫耀 向美国炫耀 就是我军师肯定要战争台湾的 肯定要打的 你给钱不给钱 我们都要打 这是中共达到的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国疫情大面积的羊和大面积的老人死亡的这件事的关注 也就是国际社会现在都密切注意 中国现在新轮爆发的这个疫情啊 它已经不简简单单是奥米克戎了 它已经是一种新的变毒的这个毒株 这种毒株已经导致了嘛 导致了人员大规模的羊 在中国现在统计出来 已经羊性的人数啊 现在已经是好几亿 也就是呢 很多人都羊了 那么羊了以后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年轻人好说一点 老年人本身有基础病的 一旦羊了以后就扛不过了 大部分现在死亡的都是嘛 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所以呢 国际社会密切关注这件事呢 中共通过军机召台是转移你们的注意力 第三个呢 能够通过这件事能显示 就是习近平的政权啊 正在加紧实施武统台湾的计划 军方呢 不断突破国军航空识别区的这个底线 主要是一是挑衅 第二个也是测试试探嘛 试探国军的这个防范能力嘛 也就是中共只能是通过这几个方式了 那么这几个方式大家都知道是习近平虚张声势 真正打台湾 什么时候打 那不是习近平他想打就打得了的 美国现在是全力的护卫台湾 而这一次通过的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里面 明确给台湾大规模的军事援助 一是出资 也就是五年之内出一百亿 第二个呢 大量的对台湾进行军售 过去的军售呢 仅限于什么叫防范 叫防止中共来打击的一些武器 现在军售的很多武器是为了跟中共什么对等 也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武器 台湾就有什么样的武器 所以到了最后什么 最后就是美国不断地扶持台湾 台湾的军事能力是大大的加强 加强到最终不但是能防御中共可以打击台湾 甚至什么 台湾具备了反共能力 这也就是什么 台湾照样可以反攻大陆 照样可以什么 三民主义光复大陆 光复中国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这在中华民国宪章里面早就窄明了 也就是中国大陆是沦陷去 终有一天是什么 终有一天是民国光复大陆收复被共匪所霸占 所篡夺的中华民国的政权嘛 完全有这个可能嘛 所以中共他心里面很清楚 不把台湾打掉 不把中华民国消灭掉 他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正统性 这是习近平他坐立不安的这个原因 也是共产党那么多年 他一定要铲除台湾的这个政权 就是为什么 为了给他们自己创造他们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嘛 他们这个合法性嘛 只能对中国的老百姓被愚民 对老百姓宣传 国际社会又不认他们的 所以说他们需要什么 需要通过消灭了台湾以后来证明他们自己 他们这个唯一代表中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正统的 而现在习近平执政这么十年 尤其是他动态清零三年 中国老百姓过不下去了 老百姓搞白质革命 搞颜色革命起来要造共产党的反啊 因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这么几年折腾 尤其是三年动态清零 所有的生产领域流动领域全部断掉了 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 原来本来在外企就业的 无论是那些高级技工 那些操作工 还是外企企业里面那些研发人员 现在外企都被你们逼走了 被你们赶走了 你们一会反地了 一会反美了 一会打倒日本地国主义了 一会打倒台八子了 一会就消灭人家高丽邦子了 基本上来讲嘛 就是韩日台被你们赶走了 美国 德国 法国这些大量的外企被你们也逼走了大部分 所以说呢 本来在外企本来有高收入的这些人也下岗了 而大学毕业生现在没地方就业 私营企业全部给你们共同支付 那些大部分的老板的钱要么给你们抄家了 给你们送进监狱 要么有的老板就跑掉了 还有很多老板就破产了 所以说人家没有企业 没有老板 哪来的员工呢 所以员工到哪里就业呢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就采取老毛的政策了 也就是把所有的城里面人劝你们到农村去啊 这几天中共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李克强呢作为呢在任总理 目前来讲还有几个月才对休嘛 所以李克强仍然主持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那么呢 习近平做重要讲话 其他的这个新进二十大的一些政治局常委呢 全部参加李强啊 王沪宁啊 韩正啊 蔡奇啊 丁薛祥啊 全部出席了 那么习近平做的重要讲话 讲了什么内容呢 这个毛泽东当年的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评价中农再教育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 你们到农村去跟毛泽东去 他跟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当年毛泽东就是这么号召的 把所有搞打砸抢的那些红卫兵 这些人打砸抢完了 城市里面已经没事可干了 毛泽东知道这些人 他们造完了所谓原来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 把刘少奇 邓小平这些人全打倒了 撤下来他们没事干 他们可能就造我老毛的反了 所以老毛把他们送到农村去 当年老毛就这么干的 习近平现在就完全操老毛的作业 他又开始了 劝所有的大学生到农村去 劝所有的年轻人到农村去创业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面的讲话 他一再强调 我们一定要建设农业强国 而农业强国实现的手段是什么呢 就是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下乡 让那些有本事带头致富的能人让他们回乡 让农民工全部返乡 让企业家入乡 也就是习近平要求什么 大家都到乡下去 企业家也去 能人也去 农民工城里面没活给你们做了 你们就回家了 大学毕业生你们到乡下 到农村里面去创业 农村是广阔天地 一定要接受贫家中农再教育 乍根农村跟习近平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所以习近平讲的这个话 很多人听到都感觉到很熟悉啊 从毛泽东开始 邓小平开始 他们都要建设所谓中国的农业强国 而毛泽东建设农业强国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 一开始是吹牛皮 大方卫星 说是母产几万斤 《人民日报》天天登哪一个公社又母产了三万斤 又母产了十万斤 也就是这些天大的泡沫 吹得毛泽东听得心挖怒放啊 他曾经很得意地跟那些来汇报 说是母产都超万斤的 这些地方的这些省市 风降大力 他曾经很得意地问他们 粮食那么多 吃不完怎么办啊 吃不完不就一天吃五顿 毛泽东的时候很得意地吃五顿 他可以吃五顿 中国给他饿死的农民几千万人家吃五顿 五天还不一定吃到一顿啊 这就是毛泽东一开始 他搞的这个农业强国 就是他一天吃五顿 农民那五天才吃一顿 所以所谓的无产万斤全部是嘴流鼻 紧接着到了温哥 毛泽东搞打炸强 完了以后就把所有的支持青年全部送到农村去 一下子上千万的城里面人都到农村去了 习近平就是那时候到这梁家河嘛 习近平总认为他自己很成功 所以习近平现在就把毛泽东的尿壶再捡起来 号召所有这个在城里面 你们大学毕业就等于事业的年轻的大学生 全部到乡下去 到农民中去跟农民去干革命 所谓能人下乡 农民共返乡 大学生 就业就到乡下去 很多人都在问你 习近平发出这种号召会有人跟随吗? 中国还有那么多傻子会到农村去吗? 我来告诉你啊 在共产党洗脑之下 中国人现在脑子已经完全被洗坏了 你说有没有人去听从习近平呢? 跟随习近平 我告诉你一定有 你就看整个这次疫情就行了 中国发生疫情 如果美国人听到中国发生了疫情 他们马上就祈祷中国人早日渡过难关 给医给药 帮助各种医疗援助 希望中国早日渡过这个艰难 而如果美国发生了疫情呢? 中国人听说美国发生疫情高兴死啊 一起诅咒 美国人赶快死掉 很多你平时看到的那些比较和蔼可行的大妈大嫂 大叔大爷 平时他们跟你讲话都兵兵牛里 很多人都感觉到他们很有学问 但是一旦讲到美国 他们都恨得咬牙气齿 你问他们为什么那么恨美国呢? 他们就说中国是被美国人害得那么惨的 美国人都该死 现在我们的这个疫情都是美国人传来的 是美国人故意制造了这个疫情啊 让我们中国人不得安身 所以呢 中国人尤其是年纪大的人 他们对美国人这种恨啊 这是从毛泽东那个年代就遗传下来的 那你说中国的老一代 他们基本上来讲是被共产党洗脑 他们已经接受了文革的时候的这个残酷的洗脑思维 他们改不过来 那年轻人也会这样吗? 而大部分的老年人现在习近平都通过这个消灭老人人口 这一次很多老人都死掉了啊 也就是习近平采取的手法 跟他那个酷吏蔡奇 当年驱赶低端人口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手段不一样嘛 蔡奇是硬赶把所有的外地的低端人口连夜赶出北京城 你们在外面冻死饿死 那是你们的事 习近平采取什么? 是把病毒大规模的这个流放 也就是能羊尽羊 能死尽死嘛 那么大部分老年人是扛不过这个羊的 所以说呢 现在死掉的大部分是六十岁以上的 那习近平通过这个方法一下子就消灭了很多领养老金的人啊 尤其那些有地位的 有身份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 包括一些老专家 还有什么党国的一些工程 那么你们该死了 你们都活九十多 一百多 习近平就希望你们早点死掉 给国库里面呢去节省一点负担 那么很多老年人扛不过扛不过就死掉了 但是总有活下来的人 总有扛得过的 只要活下来的这些老人 我告诉你讲 绝大部分 一是卸打隆恩 第二个是恨死美帝国主义的 都认为这个疫情就是美国人散布的 所以说习近平很容易就把这个仇恨啊 转交到美国人头上 你如果问这些恨美帝国主义的 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 你问那么为什么那么痛恨美帝国主义呢 他们会告诉你 美国人主要是怕我们超过他们 因为我们中国太强大了 我们中国现在要超过他们 我们的实力很强 而且相信中国已经超过美国 相信中国实力很强 现在美国人看到 眼看我们要超过他们 他们拦着不让我们发展 不让我们超过 所以美国人呢 他阻挠了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创大 因此嘛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比美国强大得多 中国的技术水平也比美国高大得多 网络上就曾经有一个视频片段 有一个人呢 不知道他是个警察 是个辅警 一副二六子的样子 就这样的人能被选拔到体制内 哪怕是辅警 辅警也是跟体制混犯的啊 在体制内也是铁饭完啊 但是你看那副呆糊糊的样子 就是习近平五大郎开店选拔的火器 也就是中国体制内从上到下都是逆淘汰嘛 最无耻的 最赖的 最蠢的 最二五细细的人 他们反而嘛 他们反而能代表体制能巡使公权 在这些傻子的眼里面 美国再陷阱 中国都能赞成他 苹果手机再陷阱 中国打倒他都很容易 就是这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 也就是像这样的人 习近平如果叫他下降 他会不去吗 他会不信任共产党吗 共产党培养的人 尤其是进入共产党体制里面的人 有多少人不是像他这样的脑子的呢 你别因为仅仅是底层是这样 我告诉你讲 中国那些学者 那些专家 那些教授 那些高等院校里面很多研究学问的人 他们的脑子也是这样 我就看到网上也有一段视频 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几个教授专家 在一起研讨大陆和台湾的优劣 其中有一个学者呢 他以他自己的外甥女举了个例子 他说他的外甥女在台湾读大学 跟他的台湾教授进行辩论 辩论台湾和大陆哪些有优势 也就是他说那个教授是理屈自穷 辩不过他的外甥女 因为什么 因为大陆样样比台湾好 随便哪个方面 大陆都远远超于台湾 台湾没这可比心啊 他说最终人家那个台湾的教授就甩出杀手锏了 人家教授就说 你大陆样样好 你什么都好 但是你没有民主啊 你没有选举啊 他说我外甥你当时斩钉截铁地回敬了他一句 你没有选举 你们能选出习近平吗 在他的眼里 认为就是习近平是天选之人啊 好像像习近平这样的僧人 在哪里都找不到 像这种天选之人 只有中国才能诞生啊 也就是这些人对习近平把他当作天将伟人来看 你就想想看这些学者 他们都什么脑子 习近平一个小学文化扛麦子的 崔牛逼说他走十里战路他没换件 能不能扛二百斤是体力问题 换不换件是智力问题 但他自以为他自己是高智商啊 也就是习近平自己能自以为是当着全世界的正要面 能够在那摇头晃脑的背书的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这个镜头啊 也就是一个智商高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吗 习近平他会承认他自己扛二百里走十里战路 不换件是他脑子不够吗 他会告诉你 他那个肩膀为什么是歪的啊 不就是扁担压外的吗 你没看到吗 所以说像共产党这种逆淘汰出来的人 居然被复旦大学的学者能无耻催崩 习近平的三年动态清零 可以讲习近平是用河山耗尽了医保 用封城阻断了生产和物流 用三年时间破坏了医药生产链 管制销售消炎药啊 退烧药啊 症通药啊 感冒药 一不引进外国疫苗 二不除备防疫药品 三不建立分级医疗体系 四没有应急抢救方案 五没有伤脏火花的管理程序 连续三年的无条件封控 在流感不易爆发的夏季他们是全国管制的 在流感容易爆发的冬季他们反而放开了 所以说习近平是一个连失败都失败到如此 失败的人居然是上帝天选之人吗 所以说复旦的学者他们都是什么学者 因此在共产党这个逆淘汰下 即使现在中国高等院校这些学者 这些学富五成 个人学了很多支持人 他们无一不是跪倒在中共这个专制的铁蹄之下 在复旦大学这些御用学者的眼里面 中国反而是最有民族者 所以他可以沾沾自己 他甚至认为他外孙女在台湾教授面前讲 你们选举能选出习近平吗 他觉得习近平简直的了不起啊 所以他认为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 中国实行的专政都叫人民民主专政啊 我们国家的名字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既有人民也有共和国啊 也就是这些专家们他们已经只看表面文章 也就是你去看看你认识的人里面啊 那些叫王富贵的人他一般都不会富贵 那个叫李友才的人他一般都没钱 那个叫张美丽的人长得绝对不美丽 那个叫刘婷婷的人绝对不是婷婷玉立 一般都是谁统要 所以人民是这样国民也是这样啊 你看人家英国英国叫王国 但是人家并不专持 美国叫联邦但是人家并不分裂 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是人民又是共和 好听的词全写在国民里面 但是人民在哪里啊共和又在哪里啊 朝鲜比中国老大哥好听的词还要多一点 朝鲜的全民叫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 你看看他人民也好共和也好 民主也好什么都有了 也就是朝鲜他认为他是最民主的 所以三方当选的支持率是百分之百啊 而且期限是一万年啊 习近平羡慕三方也就是希望 他也是那么是忠诚制是一万年 习近平是这样想的 中国这些御用学者也是这样想的 要不然怎么会把他外甥女回答台湾教授 这么一句你们能选出习近平这话奉若宝典呢 所以说中国的学者就只有这点分量 而学者们很清楚 他们所谓讨好习近平歌颂习近平 并不是他们心里面内心多么佩服习近平 而是为了那点狗子啊 是为了从共产党那领导打赏 疫情这么厉害疫情那么疯狂 疫情完全是习近平一手领导 三年清零导致的恶劣成果 但是呢共产党的御用学者照样要吹捧习近平啊 这两天网络上不断的去发那些 什么这些高校研究习近平的这个思想 怎么去指导抗议的 长城大学旅游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学院 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内生力量 这是长城大学 西藏民族大学也有个马克思主义学院 也就是全国所有的大学啊 都会去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学院 因为马克思主义学院是最不需要动脑筋 最不需要有任何科技含量 只要学院一申请上面经费就来了 白吃白喝 然后来写两篇 吹捧马克思吹捧习近平的话就行了 所以说西藏也有一个什么马克思主义学院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战胜疫情的思想法宝 是什么呢 是论习近平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理念 也就是把所有现在这个防控 他们认为做得非常好 都是马克思主义制造 这主要是无产机的专政铁拳 还没有打到他们自己头上 很多体制内的高官跟着共产党混了一辈子的 他们现在都知道这个马克思主义也好 习近平主义也好 没有一个人救得了他们 三年动态清零下来的疫情风控 最终付出代价的是他们这些跟着共产党 跟着马克思走了一辈子的人 原来二炮的一位姓王的副司令 他在301医院就去世了 一直也火化不了 一个这么高级别的人都火化不了 排不上队啊 他儿子到处托人找关系 最终是拉到北京郊区叫房山 在房山的一个私立火化场去火化 论他的这个兵团级的资历都排不上队 你叫老百姓怎么办呢 这个姓王的这个二炮的副司令 他拍的这张照片就是国庆七十周年 在那个花车上巡邮时候拍的照片啊 当时他身材异异啊 他没想到几年清零首先就把他先清到火葬场里面去了 前广州市长叫李子柳 李子柳是15号染上这个疫情的 恩扛扛了10天到25号也就是昨天去世了 李子柳在90年到96年担任过广州市市长 是省部级官员 也就是这种跟着共产党干了一辈子的人 最终也扛不过啊 很多唱了一辈子红歌跟着共产党高喊了 一辈子共产党万岁毛泽西万岁的人 现在也逃不过这一劫啊 知名电影演员赵丹 我们从小就看过很多赵丹演的电影 赵丹的女儿叫赵青是一个舞蹈家 现在赵青这一次也扛不住 赵青也死掉了 赵青是彭丽媛的引路人 彭丽媛在金城洞混出来 都是赵青一手拉扯的 所以说赵青对彭丽媛来讲是恩人 就是彭丽媛的恩人这次也没留下来 还有一个知名的女演员 我们以前小时候看的一个红色电影 叫做《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的女主角叫林道金 林道金的主演叫谢芳 谢芳的丈夫也是中国歌剧舞剧院 歌剧团团长主演过《红色剧》叫《小儿黑结婚》里面的主角 演《小儿黑》的这个昨天也死掉了 也就是大量的跟随共产党的这些演艺人士 他们也扛不过啊 至于那些专家们呢死的就更多了 中科院院士到昨天仅仅是十来天之内 就一下子死了十五个 也就是中科院院士本身年龄比较大了 八九十岁了 那么连续的密集的一死就是几十个的死 你觉得这跟这次疫情 它突然对老年人的打击没有关系吗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北京的 北京因为资源最多 但是资源再多 你也架不过病毒的凶猛 你也架不过北京现在的医疗资源 不能够保证你们那么多人啊 这些人都是高官厚禄 都是社会名流 以他们的能力 他们的人脉 他们动用他们的资源 连他们自己的命都没有保住 他能保住其他人 还有别的老百姓 能有资格跟他们抢到资源 所以说为什么京城所有的各个区的胡话堂 都来不及烧就这个道理吧 因为死的人太多了 绝大部分是老人 这符合习近平通过这个疫情消除一部分老年人的这个目的 也就是养老金这个池子里面的钱早就不够了 既然国家没有大量的钱再投入养老金的池子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年轻人就业少了嘛 很多外企撤掉了 很多私企关门了 像创业的企业本来能够解决部分就业的 这些创业积极性都给你们打掉了 三年清零有几个企业扛得下来啊 那么大部分企业垮掉了 自然就业的人数就没有了 没有就业人家没有收入 怎么去叫养老金啊 更何况计划生育三四十年 中国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 也就是年轻人根本接不上 而中国已经大量的进入老年化社会 老年人领退休金的人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 养老金那个池子里面的水自然不够了 那不够国家不要往里面注入资金嘛 所有钱都给习近平送掉了 哪过来资金啊 没有资金的情况下怎么办啊 那只能让这个池子里的水抽的时候少 抽一点啊 让水少抽就让你们这些所谓得高望重的这些专家学者教授 让你们先走啊 让领导先走嘛 也就是一部分领导了 一部分专家学者教授了 那些高收入拿高额退休金的人 这次走了不少啊 那么至于普通人普通人 习近平一样送你们走 因为只要你是老年人管你是富是穷 管你每个月领养老金能领的是多是少 你都扛不住这个病魔本身就没有医疗资源嘛 因为医疗资源阻断了 老百姓最终就是自生自灭 你的身体的抵抗力扛不过 随便有什么资源你都扛不过 更何况什么 更何况大部分人的体力是扛不住这三年清零 把人折成成这样 加上来又没有医疗资源对你救助 那么只要是你自己身体没有按针到那一步 你只要患上一个简单的伤风感冒 然后这个病情不断加重又没有任何药物 来帮助你克服任何医院又没有给你有必要的治疗抢救手段 那只能是得病就能死啊 所以我们看到大规模的死亡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而来的 而对于习近平他现在奉任这种效果 不管也就是能死尽死能扬近啊 也就是最终等到把这些人全部死掉过一遍 所有人都扬过一遍 我们下面什么 我们下面就大肝开装 我们就恢复了嘛 也就是我们就马上就准备什么 勒紧裤腰带打台湾 所以说呢经济绕台也好军舰绕台也好 对台湾虚妆绅士也好 习近平最终就是什么 把所有老百姓把你们消耗完了 让你们该死的死掉了 撑下来的人你们要么下乡 要么跟我去打台湾 反正在习近平眼里面 他用的所有人就是当炮灰的 因此你相信共产党你就跑步火葬了 你跟着共产党干 你只能是当炮灰 只有什么 只有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 站起来勇敢的反对这个共产党 反对这个制度 铲除了共产党 消灭了共产党 消灭了习近平 人民才得到彻底的解放 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人人都有尊严的 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